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展示一个非常棒的这种的黏土 然后我们这个黏土呢是一种的采泥或者是叫做化学采泥 它有一种带有自己的一个神奇的魔法或者是神奇的一个魔力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想先跟大家进行一个开箱的展示 那么这个黏土我们是在网上购买到的 是在网上的亚马逊购买到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跟我们一个大拥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去到各大网站上这个网购的这个网站上 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一个产品 直接搜索它的一个关键字叫做Zant Party Aliens 或者是叫做我们的外星人魔法黏土 那么我们买的是一个蓝色的 然后它可以做出来一个蓝色的外星人 我们在玩的时候呢最好是要拿了一个小盘子 给它在盘子里面呢是把它的黏土腿都倒出来 要不然如果倒到桌子上的话 倒到地上的话呢就会跑的到处都是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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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边呢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 然后就是有我们这个小的一个外星人在上面 这边是它的一个小小的可以组装起来的一个外星人的一个小的部件 我们这边可以用我们的手把这个神奇的沙子给它进行个塑形 那么这边是它非常棒的一个小眼睛 就给它做好啦 我们还可以把它的小手给它插上去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它这个沙子的流动性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在把它往上放的时候呢 它很容易就是把它的东西给它弄掉 那它的手感呢是和我们的动力纱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 我觉得它这个手感要比我们普通的动力纱呢 还要更加的柔软一些 而且它的这个动力的话呢 感觉它是要更加的这个容易松动一点 它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慢慢的松懈下来 然后就会变得更加的这个松散 这边就是它一个小小的一个缺点 那么它整个呢是一个适合于我们这个五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的这个玩具纱 或者是动力纱 那么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那这一套的动力纱都是在网上可以购买到的 小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周围的各大的超市 或者是玩具市场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纱进行个售卖 我觉得它的这一款的这个卖点主要就是在于它和我们的外星人是有一些的联系 可以让它很好的进行一个外星人的装扮 同时它这个沙子的质地要比普通的动力纱要软一些 更松散一些 但是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它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缺点 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每天每周都会定期的推出新的视频 那么如果是有订阅的话呢 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